这件事情要从我的一个朋友说起 她叫胡娟 是我以前在工厂上班时认识的好姐妹 只是我离开工厂后有一两年不联系了 那天我突然接到她的电话 说是要结婚了,请我做伴娘 虽然长时间没联系,觉得有些唐突 可毕竟当初在一起的时候感情很好 我们约在了一家咖啡店见面详谈 见了面之后,多少有些生疏 而且两年不见,胡娟略显悄悴 坐下聊了几句 我们很快就找到了以前在一起时的感觉 胡娟说她一周后结婚 因为没什么朋友 所以想请我给她当伴娘 她能找到一个好归宿 我很替她开心 就答应了她 一周后,我乘车来到了她家 我一下车就看到一个男孩在路边等着 说是胡娟的弟弟 胡娟让她来接我的 按理说,姐姐嫁人应该是开心的事 可是我却没有在胡娟弟弟脸上看到一点喜悦 相反,还有一点阴郁 我一路跟在她身后 觉得有些尴尬 就开玩笑地问她 未来姐夫是不是很帅 她愣了一下才反应过来 也没正面回答我 我也没再说话 跟着她到了他们家 让我奇怪的是 他们家一点结婚的氛围都没有 甚至连一个参加婚礼的人都没看到 胡娟的父母见了我很高兴 也很热情 在和他们说话的时候 我注意到他们胸前都带着白花 而不是红花 和他们聊了几句 却并没有看到胡娟 胡娟的妈妈说 她在做婚礼准备 等一下就能见到她 可婚礼都要开始了 我还是没看到有人来参加 我正在疑惑的时候 从外面进来了一个 穿着糖装的人 说是时辰到了 可以举行仪式了 胡娟的妈妈 把我领到了另一间屋子里 我一进去就愣住了 那间屋子里摆着一张供桌 上面点着白蜡烛 在屋子当中 用布盖着一个很大的 长方形的东西 那个穿着糖装的人 说人到齐了 可以开始了 然后就掀开了那块布 那块布下面盖着的 竟然是一口大棺材 而更让我惊讶的是 棺材里躺着两个人 一个是我朋友胡娟 另一个是一个青年 我并不认识 我被眼前的一切搞蒙了 胡娟让我来给她做伴娘 可她怎么会已经死了呢 我正理不清头绪 胡娟突然睁开眼睛 看着我 吓得我转身 就想往外跑 就在这时候 胡娟突然从棺材里坐了起来 叫我不要走 我虽然害怕 可还是能分辨出 胡娟没死 是个大活人 胡娟把我叫到了院子里 跟我讲述了一段 发生在她身上的惨事 棺材里躺着的 就是她的未婚夫李东 两个人近期 一直在准备婚礼的事 那一天 两个人到镇上订了酒席 欢欢喜喜的 往家走 正走着呢 从他们身后 驶过来一辆货车 已经开到了他们近前 却并没有停车和避让的意思 李东感觉不对 一把推开了胡娟 胡娟倒在了路旁 而李东 却来不及闪避了 那辆货车 完全没有减速 向着李东撞了过去 李东被撞飞到了路边的草丛里 当场死亡 而那个货车司机 后来也被找到了 因酒驾杀人逃逸 被判了刑 虽然赵氏司机 受到了法律的制裁 可胡娟却怎么也放不下 她想完成 李东的遗愿 举行婚礼 也就是 阴婚 而举办那样的婚礼 需要按正常的规矩办 要有伴娘和伴郎 而给半殷婚的当伴娘 会折寿 所以她身边的人都不愿意 她朋友又不多 所以才想到了我 我看着胡娟哭得那么伤心 而我又不信什么 折寿一类的说法 就答应帮她把仪式办完 我们又重新回到了 那个房间里 胡娟又躺到了棺材里 由那个穿糖装的人 给举行结阴婚的仪式 胡娟躺在李东身边 一脸的甜蜜 这原本诡异的画面 我不但没有害怕 反而有些感动 举行完仪式 胡娟要留我在那里住一晚 可我心里还是觉得很别扭 就婉拒了她 胡娟把我送出老远 一个劲地感谢我 其实我也是被她 对李东的真情感动了 真能帮她完成心愿 我很开心 我告别了胡娟 走出一段路后 回头瞅了一眼 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 我看到了李东 站在她旁边